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乾杯 是水來的 有情喝水飽 我們很久沒有跟觀眾見面 很掛念你 我先介紹自己的觀眾不記得我 我是李小龍會會長W 我是謝夫 以前一般面利的路總 今天不見了韋Sir 我們請了一個新的重量級人馬 做我們的新主持 都是阿Sir Mango Bang Sir 首先我非常榮幸 又開心 就是老朋友W 會長 有一次聊天 就說 來一起玩一下 我一直在猶豫 因為 入行幾十年了 如果說電影界 我們屬於 上一輩 現在很多小朋友都不認識我們 對於一些YouTuber 這些新媒體 對我來說 就有些距離 還有一些陌生 因為太新了 我們玩手機都只是 最簡單 安心出行 我認識的 沒有什麼用 這幾年其實 我早年 就經常都在大陸拍戲 這幾年因為疫情 又通關不方便 尤其是這兩年 就一直摘在家裡 過著寧靜生活 其實都挺享受的 因為 你沒有新聞 其實對你的生活 是很舒服的 因為你知道 這個圈沒有新聞 即是你沒有 即是沒有 宣傳價值 或者被報道價值 一些一本便利 或忽則那些 就沒有興趣了 搞到我們就沒有了 所以 但是這些日子是挺好的 但是 經常這樣不行的 對嗎 這兩年疫情 我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 將我有個倉 這個倉 就幾十年了 即是我的劇本 存了些什麼東西 一個千多呎的倉 有600箱東西 大寶座 這兩年沒有工作 唯有就 在這裡整理我的倉 丟了200箱 還有400箱 裡面有很多 我找回 才找到我的過去 在這裡整理我的前半生 可以說 我發現有很多東西 其實可以和大家分享 即是一些戲劇 一些劇本 一些回憶 因為我過來人 入行五十年 我覺得這些東西 可以分享 就是利用現在這個新的頻道 做 學一下別人 做YouTuber 難得找到一些 聊得來的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中文叫做文進 講這些 講那些 就是剛剛發生的事情 我們講一下 講一下那些 遠古時代的那些 另外 英文就是Jeff 改的 叫做Man's Talk 大家都知道 圈中人 叫我做Manster Man哥 Man導演 但是Man's Talk 就是一班男人 幾個男人 天南地北 風花雪苑 講一下正經 又講一下不正經 所以這個英文名 也很好的 今天是我 柱南下海 對不起 不是柱南 是正式第一次下海 和大家見面 希望以後 大家多些捧場 至於要 那些人怎樣捧場 好像有些 基本術語 有什麼按鐘 Jeff你講一下 我經常講的 記住大家 訂閱 按公仔 還有給我們一些意見 因為是第一集 是 Man哥 不用給我們意見 一人一人 我有個原則 我不想 講一些 別人的 不對的八卦 我講的是 事實 也不是唱人 我們希望 現在這個社會 已經太 太不開心了 我們講一些正能量 利用這個 懷舊分享 其實我更希望 和大家 分享一下 回應一下 我們曾幾何時 香港的電影界 娛樂界 唱片 電台 是很旺 很風光 很開心的 相對現在 我們難免是有些 有些 鎮然 所以希望利用這個 這樣的節目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 還沒做節目之前 我和文老闆 大家聊天 聽很多 他說的一些故事 我真的覺得 嘩 很大感慨 因為 很動聽 很多事 原來是這樣的 事實的故事 是這樣的 有些都未聽過 有時聽他說 原來他童年 已經去做 廣播界 我都知道 這麼早 還早過車宋媒 早過車宋媒 看著他入行 嘩 所以我覺得 很多故事 應該和大家分享一下 實在都很精彩 亦都記錄了我們 香港一段很輝煌的日子 好的 我們第一輯 希望有個好的開頭 先來考考你們兩位 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 是甚麼日子 上星期五 4月1日 愚人節 愚人節 還有呢 還有一些飛機可以通航 很多朋友 請個奔會就來到了 是呀 終於有姐姐用了 但其實 4月1日 對於很多影迷來說 19年來都一個重要的日子 就是哥哥的死忌 雖然我們過了幾天 但是我覺得 第一輯 講一下哥哥 尤其是在去年年尾 有一套電影叫梅艷芳 梅艷芳裡面 第一 我很欣賞江老闆 很努力拍了一套 這麼好的電影 帶給我們的集體回憶 但是作為圈中人 或者過來人 電影裡面 難免有少少瑕疵 我們覺得 不是這樣 如果怎麼傳播梅樂文 或者編劇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尤其是寫到哥哥張國榮的一段 是的 很多人有爭議 對嗎 謝夫看的時候 你覺得她跟梅艷芳的感情 在這齣電影裡 給你什麼感覺 我看電影版,還沒看導演咳,五個小時五集那個 電影版好像不夠深入,那個友情不夠深,好像淺了頭 還有黎小田那裡,都怪怪的,全場都笑 黎小田是白子做的,白子是一個好演員 但我相信他出生的時候,都不知道黎小田是誰 因為黎小田也是,他是兩年前過了生的 其實我講哥哥,一定要講黎小田 因為他們都是黎的出生的,小弟都是黎的出生的 我在七七年,已經在浸會大學後面的山坡爬上廣播道 去黎的電視幫他們寫笑話 那些笑話就是當時的黎的電視的綜藝節目 叫做星期三晚會和星期一晚會 是嘉燕與小田之外的兩個綜藝節目 尤其是在七七七八年 那哥哥呢,大家都眾所周知 他是在1977年,就參加了第二屆亞洲歌唱大賽 他拿了第二名,第一名的歌叫鍾偉強 第二名就是唱American Pie 這個Don McLean 的歌 後來就和黎的電視簽了約三年 第一個節目就是中藝節目 就是星期三晚會唱歌 當時和他一起拍檔還有一個女歌手 叫做周小君 周小君是誰呢?周小君是周啟生 一個音樂人的妹妹 他們兩個的爸爸 就是我們看粵語長片的時候 經常見到一個有撇鬚的詩形 周吉 很出名 周吉 周小君當時的麗的還有袁麗祥 這些歌手 哥哥就星期三晚會唱歌 而麗小田就是麗的音樂總監 我們記憶中的一些 《鱷魚類》、《天殘變》、《浮生六劫》 這些歌曲 其實大部份都出自黎小田之手 填賜的是奴國占先生 他的才華不讓占叔差 都是叫占 不讓王占差 哥哥其實很多人沒有說 他為何出道之後 一路都星運 要到很多年之後 這個緣份的Monica 即是那首歌帶起了緣份 這部戲才叫熊 其實有一點大家都分略了 或者這十幾年來 都沒有什麼人提過 就是 其實他開始的時候 找錯了經理人 他的經理人不是陳淑芬嗎 陳淑芬是後來他去了華星之後 經理人等於幫他後面處理很多演唱會 和音樂的事務 但其實原來 張國榮是有個經理人的 他的經理人 同時都是羅文 陳百強 鍾寶羅的經理人 他叫做KK譚 即是我們這一代的人 當然知道 叫做譚國基 譚國基當時主力要捧的一個人 叫做陳百強 那麼陳百強呢 跟我都有一些淵源 為什麼呢 我們都是聖寶羅男女中學的 我就比陳百強高一班 師兄 陳百強就是和林敏聰同屆的 聰就是低於我們一班的 好了 那 他當然是參加比賽 彈絕鋼琴 眼淚未理流 紅了 就簽了給譚國基 那喝彩呢 這部戲就是他們的第一部戲 不是張國榮的第一部戲 是陳百強的第一部戲 是 張國榮第一部戲是紅樓春上春 紅樓春上春 還有機會再講 我們今天主要講 譚國基、陳百強、鍾寶羅 張國榮之間的關係 那 喝彩這部戲呢 也是 有些幕後大家應該要知道 只要知道 喝彩應該是新浪潮年代 因為這部戲是七、九年拍 80年上畫的 當時票房都非常好 二、三百萬的 這部戲的出品人 現在都仍然活躍我們電影界的 楊老闆 楊壽成先生 找我們的是誰呢 監製是陳恩健 Philip Philip 透過張堅廷那些 死黨老友 找編劇 結果找了阿蛋 鄭丹瑞和文俊 兩個人 寫學彩這個劇本 還有 我昨天問了一個小妹妹 她叫孫詠欣 你知道孫詠欣是誰嗎 第一屆香港小姐 那個小妹妹就不知道 你們知道 因為你們是老鬼 孫詠欣是第一個稿者 但她是幫我們做製片的 導演是蔡繼光 副導演是高志森 這個就是幕後班底 當時都是一些新人 我就因為在年輕人週報 寫了很多年 所以他們覺得我應該可以寫到青春劇 我當時也在麗地和阿蛋做拍檔 他們就寫了這個劇 因為是譚國基去捧陳百強 當然就用了他的藝術師張國榮 但張國榮是做反派的 下把位 這個戲大家都看到 但我記得張國榮這部戲 雖然他的戲份很少 還有張國榮後面那班年輕人同學 還有一個人後來都很厲害的 叫做林迪安 Dion Dion後來就是 夜二世紀殺人魔六的動作指導 我風雲的動作指導 當時做壞學生 Dion 好了 張國榮雖然的戲很少 但我記得當時 有一本很hot的雜誌 叫《號外》 《號外》曾經有些文章說 這個人中非慈忠勿 雖然出場很少 但他那種不羈 他是反派 反派得來大家覺得他光芒四射 因為Danny仔 陳百強是乖乖學生 是正牌小生 但通常這些戲都是有少少叛逆的才會出的 張國榮是令人眼前一亮的 但他簽了《黎迪》 他第一個單正的劇是古裝劇 《碗花洗劇》 女主角叫文雪兒 是袁秋的妹妹 袁秋的妹妹 然後就拍《浮心六劫》 有些什麼變色龍 都有下串 但一直都不是很好 我記得我看過一段新聞 有一個麗迪記者會有人問 你快要來約滿 他說 我是麗迪快要來約滿 我的經理人都快要來約滿 結果應該是 約滿了麗迪 後來他好像還多了兩年 在八二八三年的時候 就真的離開了麗迪 就是透過黎小田 介紹他入了華星和TVB 在TVB華星做講者嘉賓 《呼樂今宵》唱歌 拍《舞臨世嘉》和《Maggie》 他其實是拍劇不多的 開展了他的另一頁 但是其實 張國榮他入TVB之前 在八二八三年 因為學彩的關係 他拍了很多戲 不過那些戲都票房一般 譬如他們原班人馬 拍了《失業生》 就是譚國基是出品人 一樣有鍾保羅和陳八強 因為我和鍾保羅很友善的 幕後有一些避身 我們有機會再 鍾保羅很難想知道 鍾保羅、Danny仔 《失業生》之外 有什麼《衝擊夜一》 《鼓手》之類 直至他有一首歌叫Monica 那部戲《緣分》 是王太來做導演的 是陳家上、陳慶家寫劇本的 這部戲《女主角》 張曼玲原本的英文名叫Dion 但是後來因為Monica 這首歌 就改名了 非常之 日本於是 就改名 叫做Monica 但是那個聲音也不太對 至於 張國榮和梅艷芳的關係 在梅艷芳這部電影裡 有些如何不足之處 或者黎小田 我看也不順眼 我們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休 下一輯再說 好啊 因為裡面有很多 很多秘密 每一件事都有很多故事 我們休息一休 下一輯再說 好啊